我们在本土有274例 73例校正回归 连续两天本土病例都下降到300例以下 而31日新增的确诊病例 以新北市的171例最多 其次则是台北市的122例 桃园市27例 本土病例274例 另外有校正回归73例 其中15例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 澎湖县也出现首例确诊个案 世纪连江县之后 第二个被新冠肺炎攻陷的离岛 三个离岛当中 目前只剩下金门县维持零确诊 离岛接连失守 也让指挥中心联盟寄出行政策 将于国内5机场设置筛检阵 凡是有症状就不得非离岛 我们会全面要求要搭机的民众 要填写过去14天的健康生命 那如果现场有症状的 那现场有症状 我们会立即采取PCR的检测 那请他先返家等待警印的结果 检测从严谨胜移对 不让疫情再度扩散 另外根据指挥中心 两周来的疫情汇诊数据来看 RT值在5月13到5月15号 达到15的高峰后 最新RT值大幅下降到1.02 也就表示目前国内疫情 震潮可控范围前进 传染力的再生素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叫RT 那用这个方式来代表目前 这整个一个病毒 就是一个人感染之后 可以传给多少人 那通常只要这个 这个值低于1以下 那表示说这个疫情 就会开始反转 目前的疫情 我们是应该到了1 1.0 基本上朝向可控的范围 在前进 在未来这两个礼拜 我们还是要积极 把这样的一个作为 把它维持住 我们要告诉全国的人民 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牺牲 跟努力是有效果的 那要再持续 希望把这个RT值 降到1以下 防疫事同作战 强调若维持高度警戒 疫情将有机会反转 唯有共提实践 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欢迎新闻红旗与黄佩涵 台北报导